台东金尊渔港15号下午发生一起船只搁浅事件 一艘交罚在港嘴外离岸约5公尺处 因为搁浅迟迟没有入港 海巡人员前往查看把船长田明雄等两人救援上岸 初步检视两个人没有外伤 而后续要配合掌潮时机协助船只脱困入港 金尊级的交罚卡在岸级左右动弹不得 三四名海巡人员上前协助救援 将船长和船员共两人搁浮上岸 发现该船搁浅于港嘴外 并被让拍打至案记 数号下午12点45分 海巡昌龙守望哨人员通报这艘日号交罚即将进港 但等了许久迟迟不见交罚入港 海巡人员前往查看 这才发现交罚搁浅在港嘴外离岸五公尺处 立即上前给予协助救援 于下午1点12分时 将船员迁服上岸 经过初步检查 船长和船员并无明显外伤 和搁浅的交罚后续也将配合涨潮时机 协助救援脱困进港 海巡第一三巡队也呼吁 若在案记及港区发生救生救难案件 民众务必立即通报 海巡署将立即派员前往救援 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继续下回东和相报道